网络最近有一个花联市日出香榭大道施政满意度调查 花联县政府表示 这则调查包括调查单位、墓地等多有不明 有违法收集民众个资之嫌 而当中的文字内容还毁损到县政府和县长的名誉 因此15号下午 花联县政府向花联县警察局提起告诉 最近网络有一个花联市日出香榭大道施政满意度调查 墓地调查单位有许多不明 有违法收集民众个资以及毁谤政府之嫌 因此15号下午 花联县政府行政几件考处处长吴困陆 前往花联市警分局报案提告 今天到花联县警察局来报案 做一个备案 然后准备提告的一个动作 那最主要是因为网络目前 以类似黑函的方式 那透过不时的引导要进行调查 那会去造成民众 有一些误解 那对于花联县政府 无论在公务员施政的部分 会产生很多对花联县政府的毁谤 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也因此呢 今天特别代表县政府来 到花联县警察局来做一个 报案备案的一个动作 最主要是其实在现在网络上 那透过不时的文字引导 那以调查的手段 那他已经具名提出是 花联县政府以及县长的名字 那他提出的是 日出大道相关的事情 那日出大道其实在 花联县政府已经做过不少的说明 那在任何提出的部分 其实应该要很清楚的几件事 第一个如果要做调查 他应该要有清楚调查单位 第二个他要有调查的目的 第三个部分是 他应该很清楚去讲 他的调查方法是什么 那如果都没有 他又涉及在收集各支的部分呢 其实都已经是违反 社会秩序的一个部分 那除此呢 他在整个散播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去查证这个动作 所以他已经涉及毁谤的一个部分 那这都是在今天特别来 做提告的一个重点 花联县政府表示 对日出乡切大道的问题 都有和现一会儿和乡亲报告 而这一个花联市日出 乡切大道施政买度调查 却混淆视听 造成花联县政府施政的困扰 因此提告来还给幸福的清白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